大家好,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六凌晨,法國有場蠢頭戲上演 摩納哥將助陣主場巴黎聖日門 聖日門今季法國表現強勢 在積分榜上領跑優勢已達到雙位數 就算今仗面對今季表現有所提升的摩納哥 聖日門依然有力奏捷而回 在法國杯第四圈出局後 摩納哥今季的賽程就只剩下法甲 目前排名職分榜第三位的摩納哥 帶有機會爭奪來屆歐冠席位 因此接下來的球隊戰意無需懷疑 摩納哥今季聯賽進攻方面表現比較理想 崑長能夠攻入1.91球 僅次於聖日門的2.35球 今季聯賽攻入11球的韋深奔野達 可謂攻不可滿 不過沒有立過重攻輕手的特點都十分明顯 崑長失掉了1.48球 是排名前9名的隊伍中防守最差 崑長14.9次犯規數 以及一共60張獲牌次數都是法甲最多 另外守循環面對聖日門的時候被對手攻門16次就失掉了5球 接近平均每3次被對手攻門就入1球的防守實在令人擔憂 這次主場再戰聖日門 摩納哥都難以守得住對手的猛烈攻勢 聖日門今季聯賽可謂勢不可擋 16勝6和1負的戰績領先2位的比斯達11分排名積分榜首位 環政11輪聯賽的情況下聖日門只是不犯重大的錯誤 奪得今季聯賽錦標指是時間的問題 基利安密巴比金將將面對舊主 這位世界級前鋒加盟聖日門後一共13次面對摩納哥 取得11個入球和7次的助攻 可以說完全不給勞動家的情面 首重環的較量取得1個入球和1次的助攻 下週中聖日門將飛到西班牙 展開同皇家蘇斯達歐冠聯16強次回合的較量 首回合取得2比0的勝仗令他們可以放鬆的心態應對 因此聯賽中都沒有需過份留力 值得留意的是聖日門今季聯賽作客取得 百姓三和的佳職 困場只失調0.64球 防守方面絕對有力抵擋摩納哥的進攻 上庭方面摩洛哥中場丹尼斯斯卡利亞停賽受罰 中場卡賓迪阿達和前鋒比利安波路等人相決 而在聖日門方面門將S列高 後衛米蘭斯基里亞和派斯路金佩比欣相無緣披甲 多謝收聽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影片 立即下載M直播 無論何時何地 猶如置身現場 看盡足球、籃球賽事 喰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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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喰喰 喰 喰